本土民主 反共 普罗政治 民生起义 myradio.hk myradio 八周年台庆 轮欢晚会 10月16日晚 黄戒仙 傅林皇宫 300元及1000元门票 现已有售 扣票查询请建 2467 3088 本土论坛 陳雲 梁錦祥 本土论坛 又和大家见面 今天因为台长梁錦祥要去澳洲 大概是两个星期就来不到做节目 我就找朋友上来聊聊天 这位就是梁玉熙 那位就是张乐天 两个都是做普通事 或者是在福卿会帮兽做义工 不知如此类 或者是平时做研究 或者是时事各种的东西 那今天的题目 事事就留下台长回来才再谈 因为他比较熟 那我们今天谈的题目就很简单 就是 就是承邦论的方法学 即是说 在香港搞到好像牽然大波 或者是搞到天翻地覆的香港承邦论 那个方法学是什麽 那如果要模仿 或者要根据承邦论 要做一套抗衡的理论 或者是反对的理论 那你首先知道对方是 在做什麽才可以 那你知道对方在做什麽的时候 你才知道怎麽反对 那所以 之所以拿这个题目来说 就是有点无奈 就是因为遇不到对手 如果一个革命 只得一套理论 是幸运的 但是它不幸的话 就是如果这个革命 不能付出行动 而是长期在讨论之中 特别是香港这个情况 因为行动比较难 那大家 譬如去年的占领运动 也都知道是 任何的勇武行动 都受到很多阻挠 而这个阻挠 不是来自勇气本身 而是来自敌对阵营的理论 而敌对阵营的理论 可以破解 但破解的时间不够长 故此很多时 放逆着行动的 很多时是理论 而不是说 行动者的勇气不够 故此就是为何要在革命 建国 或者改变一些政治现状 之后 经常要讨论理论 或者反复描述 那个事实 或者历史发展 看你们两位的意见 或者 你可以当完全是 没有看过情报论 或者是 由头想过究竟是什么 或者试试 想想想我怎样弄出来 哈哈哈哈 先进去吧 谢谢 即是觉得 那个《成邦论》 其实是最简单的 因为它只是描述回 英治时代 整个自治政府 无论在那个文化安排上 政策的制定上面 它去建立一个自治政府 或者建立一个 香港这个地方主体 和英国的中主国区隔 这个状态 将它描述出来 因为问题不在这个《成邦论》上 就是《成邦论》是最简单 和最容易的 因为就算是 之前提出过类似自治的建议 比如说先知公司的老板 马映辉的儿子 马文彪 他在 马映辉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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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文彪 哈哈哈哈 英治香港 不是英国 英治香港 这是一个主体 一个政治的主体 而且是一个政治的实体 有一个实现主权在这里 但是它所强调 当然它在英治政府的统治下 它其实是说华阳 都有一个平等的参政权 而它也略有一些文化自主的 或者是一个文化尊严的 因为它马文彙先生一生 都是用一个以中国长衫 一般是人的人民 但是无奈 就是在这个情况下 在国共两党都有不同的派系 在香港的时候 它去建立一个这样的政党 或者一个这样的政治主张 也都混入了很多 国共两党的人 尤其是国民党的人 所以英国虽然在理论上 它有 英国也有认同的 或者英国觉得 只不过是开放政治权力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因为你有国共两党的人在里面 在当时的英国香港境内 它觉得如果开放政权给华人 会不会影响英国统治呢 最后就是将它这个提议 就是压制了 而马文彙先生一生 都只不过是做一些游说的工作 什么海德公园 不知道什么 讲错 这些不是新的东西 我觉得是最简单描述 只不过加强违陷的是 现在有文化尊严 或者用文化去确立一个地方的精神主权 这些人少了 亦都是现在的商界 现在的中产阶级所见到的 就是这样的 是 因为当时就 二次大战之后 将香港光复日本投降 然后香港光复 就是英国拿回香港的主权 那 期间就 仰武奇总督提出了个自治计划 就是打算把香港变成个自治令 那 马文彙的香港自治的计划 或者一个概念就是这样的环境提出来 就是说是 就是英国赋予香港很多实现的自主权 就是本地的自主权 譬如是财政独立 有自己的货币 当然跟英 当时还是跟英镑挂钩 后来就慢慢脱钩了 那 马文彙提出的计划 就其实是一般 殖民地迈向自治 或者迈向自治令 就像澳洲 纽西兰 加拿大 那样的计划 一来有先例可巡 那 二来就是 响应回战后的殖民地 他要解放 就是要把权力释放给住民 就是当地的人 就用自治 但是个 好似刚才乐天说 就是香港的问题就是 有境外政权 境外政权 就是国民党共产党 那这两个国家 都是对香港 是有主权的诉求的 就是有归属的诉求 那这些这样的 香港的华人 当然他们是有文化专业的认同 就是认同华夏文化 或者中华文化 或者中国文化 但是如果一旦是在政治归属 那里是透过自治 投票是议员的政策 那种种的行为 又慢慢是被 各共两党是滲透了 或者本来 香港那些 参政的华人 他有 国民党 就是那个 中华民国 共产党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家归属 慢慢是会影响 香港的政治稳定 另外就是那个 妨碍了自治本身的意志 就是赋予住民自决 或者是自己统治自己的意义 就变成了境外政权牵制着香港 那那个马文辉的决议 之所以失败 或者整个仰武器计划的失败 其实是很看到 香港在境外政权的干扰之下 是极之难达到自治的 即使是战后 其实是很顺利 很多殖民地 都是特别是英宿的殖民地 是埋向自治的 譬如植布洛河那些 但是香港做不到 境外政权的牵斜 一直到现在 这件事都成立的 当然现在的境外政权 就是除了中共之外 就是美国 这个也是难搞的 那件事一直拖到现在 就是当时解决不了的问题 或者当时那个 我们叫做problematics 就是那个疑难的地方 或者疑惑的之处 一直到现在都延续着 那我说成邦论 其实在这个状态之下 整成了 所以为什么说成邦论 是会有自治的要求 实践香港的失言主权 另外就是那个文化归属 那些东西 另外就是和这个境外政权 又画清楚那个权力改善 那这都是依照那个 现况整出来的东西 那当然 那当然成邦论 那个基础 和当时 譬如马文辉 那个香港自治 或者是香港独立 当时的独立 其实成为一个自治令 那个不同就是基本法的存在 基本法是一个很奥妙的东西 或者是很多人忽视的东西 就是基本法就是 因为以前那个 在英属殖民地的时候 就是那个 是因为英国 但是在九七之后 就在八四年 簽署了中英联合声明 那将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共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解决了香港主权的问题 就是用了一个国际行为 那 但是同时间由于要稳定 香港本身有的政府权力 就是政府的自主权 就草写了基本法 接着在九七年七月一日执行 就是说香港那个政府 就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 那个司法的根据 是来自香港基本法 而香港一切的官员 那个校园 就是他就任的时候 宣誓效忠 他是效忠香港的 他不是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因为很多人是忘记了这些东西 此外还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 譬如说是 在九七期间 静民时代的那个立法会 由于是彭定康引入了一些 功能组别的个别投票 就是由这个团体票变成个别票 就是中文功能组别那些 是有若干的内部民主化 故知中共是不承认以前在 在九七年那一届的立法会 不让它是完整过渡 然后将它废纸了 就成立了个临时立法会 就是临立会 那之后再在九七之后是改选 那就变成一个新的立法会 就是说在英籍时代 那个议会是没有过渡到去 特别行政区 而特别行政区是重新用选举 就是用基本法的方式 产生一个新的议会 这些事情 很多人是没有什么留意的 就是说这些很精细的政府行为 没有什么留意 故知就搞到是 很多人觉得香港是归属于中国 或者是 主权无疑是在中国那里 但是很多时候 香港的实际行为 政府行为 政府的产生 议会产生 很多是很古怪的 你可以说 如果是 如果说得不是 前一些 或者是 稍微比事实前一些 这个当然是鬼词 其实是在九七时候成立的 一个香港的政府 不是一个延续静民地时代的政府 延续过来 用基本法来确定 当然 那个都可以说是一个新政府 但是由于它解散了 再有一个临时政府 再改选 那个情况 好像是独立革命 就是独立革命 有一个临时议会 无论如何产生 革命政府产生也好 或者是推举也好 或者是广场有个制宪会议也好 接着议会就解散了 就是一个看守的议会 解散了之后 产生一个新的议会 很多这些是匪夷所思的 如果大家是很清楚的 看事实 看事实 接着 用那个事实来建构一个真相 就是我们常常会被一个明目 就蒙蔽了 就是特别行政区 是什么来的 接着又不知道是什么 那我们不要理它是什么 总之是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是独立国 是殖民地还是什么 从来没有出现过 接着我们就看看 它事实 这个特别行政区 它怎么产生的呢 政府怎么产生 怎么来的呢 根据什么 来到行使它的权力呢 所以我们用这些实证的事实 来看它的行为 我发觉 它其实是一个独立国家 所以我们很多次是 很多次我们被名相 或者被政治的名相所蒙蔽 当然1997之后 那个不是叫Republic of Hong Kong 香港SAR 古古怪怪的 但它其实是一个 准确地描述 其实是一个 中国在军事和外交 即是军事保护和外交代表之下的 一个附属国 这个是最可以描述的东西 当然现在很多港独派 或者以前和我一起想 《成邦论》那些战友 或者同道 就开始说 你讨论是一个附属国 为什么 其实不是建议 而是描述 只不过是 有时用成邦来描述香港 那是一个历史观念 如果用附属国 或者附属国 那是一个政治观念 就是这样 但这两个都比起 《特别行政区》 就清晰一些 因为《特别行政区》 你不知道它的内容 你不能由那个名 而很快知道它的政治归属 和行为是怎样 就是老师的意思就是 九七之前 其实在那个立法会 已经是开放政权 以及奠定了国体 是因为南立会 或者是为了所谓的移交 就将那样东西降格了 变成一个奇怪的所谓的特别行政区 而附属国这个概念 反而你如果撇除 九七之后 移归 移交给中共 其实它就是一个 对英国来说 就是一个附属国 就是宗主的关系 所以其实是有那个 有那个对外关系 一层 一层的考虑 对于自己的宗主国 这一层的考虑 无奈就是 其实就是说 为什么那些人 那么难去接受 这个所谓附庸 这件事 就是它对于香港 对外的关系 不认识 或者是对于那样东西 是了解得不深 很多时候就容易 援引所谓的西方历史 那个共和国 或者建国民主运动兴起 而往往是在整个历史的发展里面 只是折取了去头一段 就是说建国民主运动 民族建国 建立了一个共和国之后 其实在西方的历史上 尤其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就是很多那个民主建国运动 譬如说你英国也好 德国也好 俄国也好 它其实是在争夺 以前他们在帝国的时候 那个影响和对外关系 是 但是 所以就是为什么 他们这三个国家 都分别成为一个民主建国之后 就会对外扩张和膨胀 因为你一旦不膨胀 当然也因为你建国之后 有一个民族的缺冲力量 或者那个的冲动 你才可以去成功地建国 你这个精神和力量去外散的时候 就会变成文化抗张 而文化抗张 做得好就是文化抗张 做得不好就是发动战争 而就是这种发动战争的力量 是令到三个国家 尤其令人最着眼的三个俄国 所以说之后要数联 英国和德国 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 大家都互相对外扩张 因为民族建国的力量对外扩张 而令到大家都三败俱伤 那结果又将整个欧洲西欧的国际格局 被美国摆平了 那美国就成为了这个地方和平的监护人 那其实都是一个对外的关系来的 就是你欧洲那三个国家 或者其他欧洲国家 对美国也是对外的关系来的 但是就不要忽略 这个就是一个不能够忽略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说要去到一个所谓邦联 或者推到去一个文化建国 文化邦联 华客邦联 这个这样的议策议题在哪里出来呢 就是为了提造文化扩张之后 那个的自制和那个限度去到哪里 那个是因为现代的共和国就是 是以旧时那个帝国瓦解做一个基础 因为帝国就是扩张 以及帝制 一来是帝制 帝制是以兼并 以及帝国和帝国之间的盟洋 来决定他的权力 我们当时不算主权 那跟着另外一样就是 他那个对外 所以他会对外扩张 那另外一个就是对内 对内的话他不知道是什么 他可以有帝制可以有独裁 可以有若干的元老式的民主议会 但是不知道的 那当帝国瓦解 而变成共和国秩序的时候 他对内是不清楚的 对内他当然可以民主投票 但是很多时候 刚刚脱离了帝国的那个共和国 他未必是民主议会 他可以是长期独裁的 即使甚至他是炸底是民主 但是他都可以长期独裁 即是好像菲律宾或者之类 那固执他很多时候 他的主权怎么看 或者他为什么会有一个国家 他由对外行为来到来 那如果你放在香港 就看到就是香港脱离了英帝国 之后 他交给一个 苏维埃式的党国 而那个又不是帝国 又不是共和国 那固执香港就圆空在那裡 那香港是不是一定要内部民主了 即是一个民主议会才是一个国家 未必的 那很多时候看他的对外行为 而对外行为那里 香港是非常的稳定的 因为那个共产党不会干预 那那个也是 那个国际形势 使得香港这个金融中心 他必须有这样的对外行为 那最简单就是 他有参与很多跨国的金融组织 或者经济合作组织 他是以国家成员国的形式参与 如果一直都没有改变 甚至乎是譬如WTO那个 替约的时候 香港是率先的替约国 后来才是 香港帮中共加入WTO 这个是匪夷所思的 就是对于很多 就是这些事实 就是如果来列出来 那另外就是 当然有自己独立的货币 自己独立的金融交易 香港那个trade office 就是那个贸易办事处的主任 在外国享有令市的地位 那这些都是 香港是似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 那对内呢 我们看不清楚 对内他是一个 类似开明专制 类似以前英式的统治 但由于英国 对来到英国之后 他那个专制的程度增加了 但是一个专制国家 是不是一个国家 我们看他对外的主权行为 那刚才说那个 譬如说共和国瓦解 不是 帝国瓦解 而衍生到共和国 而重新制造 国际关系 或者国际秩序 那是充满碰撞 和麻烦的 甚至会引起战争 那就是以前 美国的小学家 肺正清 John Fairbank 特别是说中华帝国的瓦解 产生了很多周边地区的主权问题 比如外蒙古 独立了 西藏、新疆 这两个是不稳定的地方 因为以前清朝的时候 是一个朝宫国 比如西藏是一个公德主 类似这样的国家 就是法王 和朝廷的保施者 或者公德主的关系 那台湾也麻烦 琉球 其次就是香港 那当然安南 就是越南那些 或者朝鲜 就是顺利地独立了 那香港是一直是麻烦的 就因为它是由英帝国交到 中共的手上 那其间也都没有 很明正言順的独立 或者是自主或者是民 那就是 因为香港是 它和其他的殖民地不同 就是它太过介入了 去国际交易里面 因为它在九七之前 就是八十年代 到九七期间 那二十年 它快速成为一个 国际金融中心 那也是中外 很巨大的金融交易 那在香港进行 那故事 不可以太过抑动香港 那只能够在实质上 将很多香港的行为 是用基本法的方式强化 也都用国际惯例来到去 去确认 譬如说 在九七之后 香港依然是 WTO的成员 那些 依然以独立的身份 参加APEC 那些 那些是动不了的 一动了这些 就是金融秩序会混亂 那这些都是 就是香港的吃虫 就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地位 是令到香港在主权移交的时候 很多事情不可以明然 说得很清楚 那因为说得清楚 比如说香港已经是 在九七就变成一个 失言的主权国了 其实是一个国家 没有国家的名字 那如果是政府这样说 无论是来自中国 或者是来自英美政府 都会令香港本来的住民 难以适应 在一个国家的时候 那我们在决定什么呢 国际关系固然是延续 那内部呢 我们的教育政策 我们不需要国民教育 我们不需要有自己的财税 就是财政决定 或者货币是否继续挂钩 和美金挂钩 我们是做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在香港服务 那么多国家 自己得到什么利益呢 期间国际在香港 拿了多少东西走 而香港人是不知道的了 而一旦是 一旦香港的住民 他知道这些事实 他会非常不安 不知如何举措 过去的殖民政府 他没有讲述这些事实 没有讲述这些事实 没有讲述这些事实 给香港人知道 香港过去的政治教育 除了在暴障舆 或者各别的政党 政团 内部有教育 或者民间的自己的教育之外 政治系 很多学校政治系 不讲这些事实 我们不会见到 香港的政治学教授 讲这些事实 台湾是大阪人讲的 故知香港在很多时候 的知识准备是不足够的 一旦是要民主化 要谈独立 或者要谈 如何上班的时候 就一筹莫展 都补充一句 譬如刚才讲到 欧洲和美国之间 其实在那个 言实上面 或者外交行为上面 或者对外关系上面 它其实都是一个 附庸的关系 只不过是一个 不是名号上的关系 而是实力上的关系 所以刚才老师说 那个准备不足就是这样 当然啦 所以我觉得附庸不是一个污名 不是一个污名 甚至是台湾和日本 都明显是美国的附庸 台湾甚至没有办法出兵海外 台湾固然是 日本也是 它需要修宪 如果修宪是安保法 所以需要美国的授权 授意才可以做 那我们第一集的第一节在听 那我们下一节再继续其他 谢谢大家 陈云新书 汉邦中文科本第一冊 主题为天地君亲师 天地流转为四季同节气 君是国家天下 亲是家族三代 师是老师 华文会通中西文化 文具仿照同窑而压寻 以便中读 书本附有解说 儿童、家长可以读 儿童长大之后 亦都可以重读 老师 为何课本的封面 有辆马车在那里 古时的人外出 平民百姓走路 只有贵族才可以用马车来代步 另外 在以前只有贵族才可以读书 故事这本书 放马车在封面那里 表示给尊贵的人读 这本书希望可以教到小孩 变成尊贵的人 第二课 春来百花开 答清人自在 老师 为何课文字句压寻 但是又不是见惯的诗字 另外 为何课本不用彩色印刷 而用黑白印刷 这诗字又印得这么大 课文字句压寻 是因为中文有声调的 而压寻是容易学 可以令小孩了解中文的特性 课本是不用彩色印刷 是为了避免小孩被色彩吸引了 而忽略插图的线条 看清楚插图的线条 就可以使得小孩学习欣赏广画 春来百花开 答清人自在 意思是 花是不用吹逼的 春天到了 花自然就会开 而花开的时候 人自然就走出来欣赏 看了就愉快和自在 第十四课 小麻雀 崩崩跳 不奸不中 天生天阳 老师啊 我越大就越觉得 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了 明天又不知会变成什么 我怕升不到学 又怕将来毕业那时找不到工作 到老的时候 又怕无依无侣 沽苦无依 唉 我真的很担心 傻女 你看看小麻雀 又不耕种 又不收集粮食 都可以过到日子 她们吃得不多 只吃和田 剩下残粒 都可以生存 吃够了 就继续崩崩跳和唱歌 上天都可以容纳她们 养大她们 难道我们不让她们重要吗 人类的生存 靠天恩 所以就不需要烦那样烦那样的 一天太阳光照 风调雨顺 我们自然会得到上天的吸氧 一旦太阳不出来 狂风暴雨 地动山摇 我们失去了天恩 无论你怎样去经营 其实都是白费心机的 类似的 好 年轻人 十二 这位 我 我